花莲领馆处南华工业区的南华林业园区 每年4月园区内100多株的油铜树 陆续开满雪白铜花 估计会持续开花到5月上旬 不过盛开期后4月25号起 仅会开放平日周一到周五 在花莲疫情升温之际 鼓励民众做好防疫 放松心情前往赏花 400公尺长的油铜花路径 沿路处上盛开油铜花 地上更是雪白的一片 这是花莲领馆处南华工作站内的 南华林业园区 每年4月100多株油铜树 陆续开满雪白铜花 4月中旬更是全面盛开 预估花期会持续到5月上旬 如果好天气的话 会建议我们乡亲或是游客 经常选择早上时间来 那下午时间因为太阳大的话 就是整个落花就被晒干了 那再来我们整个远期里面 是还蛮开放空间 虽然这疫情比较远近的时期 欢迎我们乡亲跟游客 尽量来这边赏铜花 然后避开人情 那这个算是我们花莲里面 最容易到达 然后呢长途也比较长 最容易观赏铜花的 这个好的地方 那但是我们这次开放时间 已经连续三周的假日 我们都开放 那这个假日2324呢 是我们假日开放的最后一周的假日 如果呢在下周以后啊 那也欢迎我们乡亲或是游客 要来赏铜花的时候 选择我们上班的期间 那上班期间呢 我们从早上8点一直到下午5点 这个段时间都可以来赏铜花的 南华工作站主任就有听分享 如何分辨公花母花 首先雌花没有花粉 雄花则有花粉 整朵落地的是雄花 只有花瓣落地的则是雌花 我右手边的呢 就是雄花 那左手边呢 这个就是母花 就是雌花 因为可以看到雌花呢 它整个花室里面是没有花粉的 没有花粉的 那雄花呢 它所有的花室上面呢 都有很多的花粉 就是最大的漆盘 然后呢 母花呢 为什么不能整朵掉 因为它整朵掉呢 它就不能结果了嘛 所以说呢 看到母花里面呢 上面呢 当花瓣掉下来之后 剩下来都是果实 就是果实 那就等于是瘦完粉之后 就是很大的区别 就是说呢 雄花细呢 雄花细呢 它就蛮多的 就雄雄雄气昂昂 那母花呢 很韩戏吧 比较少花 好像很大的区别 有一点微风茅雨 是由铜花洒落最多 也是最美的时刻 建议民众赏花最好时间 是上午8到9点 若天气好 太阳日照充足 下午来恐怕只会看到 满地被晒干的铜花 盛开期后花量减少 4月25日起 警惠开放周一到五 早上8点到下午5点 欢迎民众把握 最后一个假日周末 在疫情升温之际 做好防疫 放松心情 走在雪白铜花路上 记者长邦彦 只能相报导